我们当时候其实租了挺多的 然后我因为这个时候电影出来 我应该还没有出生 然后就是 我妈当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然后她说 那我们一起看这个电影 然后我们也会去 比如说唐人街的那个小店里 然后去租比如说春晚啊 或者是电视剧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影 这租碟经历咱评委老师都有吧 姐姐们 有啦 方琼姐租过碟吗 我没有租过 因为我是租给别人 包租屁嘛 不是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是没有事做 然后我就去到了 我们当地一家这个音像店 就是那个店 就是专门来租光盘 租碟的 就类似于像这种 就类似于像这种 当然我们那儿比这个 没有这么凌乱啊 那时候我恶补了很多 就是故事片 因为人家通常 你要推荐吗 你要推荐 这是讲什么呢 那是讲什么 这是谁演的 就每天就光看这个 但那个时候 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 有一点好 就是有很多那种 就是那种大唱片 那种 然后有那个 积光盘 麦可杰克逊的那个 有一大张 全都是他的 还有邓丽君的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们不能 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是不能看故事片的 但是可以放这些唱歌的 来吸引别的这个顾客什么的 我记得那时候 天天看他们这些 特别享受 我和好多人还不一样 我到音像店 我租什么呢 我还会租音乐录影带 会租演唱会 我租演唱会最多 学友的93年的演唱会 华仔的94年的演唱会 我会租 我们店就有 我们店就有 你可以来我们这儿租 我们这儿有 因为包括好多人 刚才我讲说 喜欢看电影 也是喜欢电影里的主题音乐 杨帆 我跟你一模一样 我们以前在台北 还有那种NTV小馆 你们知道吗 现场租音乐碟 然后拿到那个房间 自己看 然后那个房间 有很好的音响 就好像你在看演唱会 就是我们现在的迷你影院 啊 迷你影院吗